关于俄乌冲突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 乌克兰军队是不是发起了战略性的大反攻 这件事情我做了几期节目 讲了一些我的观察 然后呢跟大家介绍了著名的俄罗斯问题专家 吴大辉教授的一些看法 结果在我们剧委会中间理论组 他们批评我说话不严谨 我们理论组老张就说了 说最近乌克兰突然对俄罗斯发起特别军事行动 反过来了 你说俄罗斯对乌克兰发动特别军事行动 人家乌克兰现在反过来跟你发动了个特别军事行动 而且占领了库尔斯克州近千平方公里的土地 这事很反常 未必像斯马南说的那么简单 现在大家都在判断这件事情 老张说我个人认为这场行动的深层背景是美国大选 老张说话都眼睛瞪得好大 盯着我看 我倒想听听老张怎么着 他说现在你不是美国民主党执政吗 他是乌克兰战争的挑起者 知道吧 他又是战争的主导者参与者 斯马南在节目当中你没有分析过 民主党他在这里作为挑起者 主导者参与者的责任 你也没有讲清楚 乌克兰战争实际上是一种代理人战争 重大决策不在乌克兰政府 而在美国政府 你老说泽连斯基 美国政府才是真正的幕后黑手 老张说乌克兰不可能对任何重大决志行动做出独立选择 你一定要相信这一点 北约指挥官指挥乌克兰军队的所有的行动 你再看特朗普选情势头很猛 他怎么说的 他宣称当选之后 马上结束乌克兰战争 那民主党认为乌克兰战争是民主党的政治正确 特朗普你上来之后 你再把这件事推翻了 那当然这个民主党 这是非常不高兴的事情 所以老张说 那有鉴于此呢 我就认为乌克兰对俄罗斯的这场决志行动 对俄乌战争结局不会有决定性影响 但短时间之内啊 这对民主党选情有很大影响 大家都别忘了 美国大选之年 悠悠万事为此为大 选举为大 这就是西方的选举政治啊 而战争是政治的延续 老张说 我多次讲过这个问题 司马南总是很肤浅的看问题 批评我 那就有道理 老张人家什么身份 说的有道理 我们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 也有人认为 说乌克兰进攻 这个俄罗斯的库尔斯克 那还有一个因素 司马南也没讲到 这是北约下场了 这件事情到这种程度 我们就必须来认识 战争程度范围扩大 到底是小打还是大打呀 历史上 扣尔斯克是绞肉机 当年拿破仑入侵俄国 在这打过一场啊 二战的时候 德国入侵 苏联在这也有一场战斗 那激战 巴拉巴拉 他说了一对 我没记住 特别是1943年 战争就是到相吃阶段的时候 苏德在扣尔斯克开展了 二战当中规模最大的会战 那时候是90万德军队 150万素军 最后天气帮了苏联 德军大败 苏联由此准而反共 所以司马南的浅薄就表现在 他不知道 俄国的腹地 库尔斯克历来是入侵者的坟场 今天乌克兰和北约都要小心 不要重蹈覆辙 不瞒各位说 我们就会重新理论组 很多高人啊 那你别看都是这些老头老太太 水平不跌 我听到这对对对 对 我这没有这种历史知识 我们这种勾连到这种程度 认识到这 我认识不到这 那现在库尔斯克进来这一千个人 后来剩几百个人 跟老百姓裹在一起 这事到底怎么看呀 大概形成这么几点认识了 一 这次呢是一个战略性的转变 就西方本来是限制远极力武器攻击俄境的目标 现在干脆直接派兵地面进攻了 这个变化的将牵动全局 第二呢 那就是俄罗斯啊 短时间之内就可以消灭入侵的物件 这俄罗斯的军力在哪了 俄罗斯的经验在哪 没有问题 一共一千个人 当天已经干掉了一百多个 三百多个失去战斗力了 对吧 现在是跟老百姓藏在一起 俄罗斯军队呢 是害怕碰了老百姓伤了老百姓 所以呢 乌卡兰军队得以在这地方盘踞 还有一个角度 就是乌军短时间之内啊 比较可怕的是 他攻占库州首府 特别是威胁核电站 如果核电站遭到破坏 哪怕最低限度的破坏 攻到外层 造成泄露威胁 这种战争外衣的扩大 那不是小事情 最后呢 你现在俄乌战场形成了 北边东边 两条转线胶着状态 乌克兰占了一点便宜 谈判当中呢 有了筹码 老张说 我不同意那一届 我认为俄乌冲突 这战略转变啊 你在这既然话都说到这了 你为什么不能把话说明白 就是现在有可能 转化为多国集团的东欧地区冲突 就欧洲大战 现在开始 波兰就下场了 北约其他国家军队 如果这时候再进来 除了俄罗斯乌克兰之外 白俄罗斯 伊朗 以及北约国家也可能进入啊 那冲突规模就扩大了 冲突时间就会延长了 美国想掌控 美国想把握节奏 找到有利自己的结果 这很难说的 玩火的小朋友 随时扑灭这火 那不可能 美国在玩火 我看大家都批评我批评的 主要是说我浅薄 对这个问题不懂 是啊 我历史知识啊 军事知识啊 都是小白 我当然说的不对了 所以我就听这帮人讲 后来不怎么说话的一个大哥 他倒讲了一个很有意思的观点 他说呀单纯从军事角度看乌克兰这次行动 他改变不了战争结局 但是大家分析有价值的 就是他可能造成一定国际政治影响 虽然是战术行为 俄罗斯方面定义为恐怖袭击 但是呢 这个战术行为是有国际影响的 要不然西方媒体不是这么高兴啊 乌军参战只有那几个旅 只有一千人 就一个团的规模都不到 这战斗规模不能算大吧 而且乌军是沿着边境线多点进攻 往前停进 你推进二十公里这算什么呀 这和解放军过去作战的时候 那今天进攻战 集中优势兵力突破一点 向纵身发展 不是一回事 乌军没有强大的后方补给能力 后来老张又问了一个问题 说说了吧 你今天司马南 你不是说这个吴道辉对这个情况很了解吗 到底他们有没有和俄罗斯正规军正面交手 我说我没注意 好像没有吧 大姐 对 这就是问题的关键啊 直到现在为止 乌克兰军队只是和少数边防部队发生交火 他现在是跟老百姓捆绑在一起 俄罗斯的野战部队 如果真的进攻的话 乌军根本就顶不住 所以在军事上 没有必要过分看重乌军的这次特别行动 西方的宣传是舆论战 不能不承认 就会中心理论组的这些老同志 特别是不对下的一些老同志 他们这个分析问题水平比较高 所以我就如实的跟大家介绍一下 这些老同志对恶务战场情况的一个分析 感谢各位收看 我是中国公民 北京市民 北京市东正居居民 斯文兰次见